刑警铺门一进入铁皮屋 果然看到大批赌客 年轻的赌客竟然不理会警方 甚至有人想趁乱逃跑 赌客不肯乖乖配合 让警方气炸 大声呵斥 这些人才乖乖就范 刑警算一算 现场共有24名赌客 统统得带回警局 原来他们以天酒牌剧赌 地点在台南市安南区的 新安路上 由于这栋铁皮屋 每到假日深夜 不停传出吵闹声 警方将凌晨两点多 到场逮捕这群年轻人 总共有23男一女 警方训后 以赌博罪嫌送办 以及违反社委法裁罚 另外虽然赌客都有戴口罩 但疫情期间 没保持1.5公尺社交距离 也请卫生局裁罚 即在铁皮屋内剧赌 得付出代价 记者赖冠章 连员兵王百英台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